運動了 運動了 我們通常被寫運動的 沒有 就是收到還有看的 對 那個 今天忙什麼 忙都在你後面啊 忙什麼 周末 要來點不一樣 哇 哇 這一定厲害了 周末來點不一樣 好 五千 這什麼 哇 這到底很輕鬆 周末不一樣 不是說哪一家的嗎 這個周末怎麼辦 周末要去哪一家 鞋壓要飆高了 果然不一樣 剛加入LINE 賞心悅目 感覺不一樣的美妙 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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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舒眠 開心 順利順心 這什麼啊 順利順心啊 麻煩請轉身 來吧 剛剛來過嘛 請換名字啦 沒有 會說都是妮安 你都叫妮安 對啊 之前有當過助理 是是是 有有有 給大家自我介紹 預備 請開始 哈囉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妮安 身高一百六十一公分 體重是四十公斤 三尾是三十C 二十二三十二 這張PO這個不一樣 平常 平常PO的是哪一種 平常PO 其實我比較常PO 運動的照片 喔 這個比較例外一點 是啊 因為射手座喜歡運動 對 這張運動 運動PO 健康 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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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想一起運動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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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他寫這個太恐怖了 摸摸摸 又太晚了 大家晚安 Good night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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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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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發狀大家睡不著的照片 然後你自己安心躺下 真是虛心不良 哇賽 穿這樣我睡得著嗎 還好我上夜班 這張是在做什麼樣的運動 穿這樣 告訴我們 趙哥 我這張真的剛好在家裡練舞 然後練完的時候 就是還穿表演服 然後穿完練完 然後才拍完照才去睡覺 我跟你講今天國王幫開放你現在練舞 對 而且要穿表演 要換那個 會跳舞 對 就是蠻喜歡跳舞的 又跳哪一種 跳哪一種 因為之前是就是戲曲學院 是是是 對 所以就是以前是穿 音樂舞金劇 就是傳統的 彩帶舞 你穿這樣你跳彩帶舞 對啊 現在都是跳比較多 國聚舞公舞 國聚舞公舞 不是我們那個年代 沒有現在 對不對 還要屁啊 是在下 好 第二張運動 運動 運動 第二張運動 運動 這個例如啊 哇 這個 這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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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接什麼 早安喔 今天忙什麼 忙都在你後面 忙都在你後面按讚 是不是 這個 你早晨起來 你是這樣子 這一張其實是因為 當初我拍這個照片 是攝影師要求 然後他們想要拍逆光的照片 那拍逆光當然是要有肢體展現 所以一樣是運動啊 對不對 請教一下 現在是單身嗎 現在 不是 好 謝謝 來 請坐 換上下一個 尺度太大喔 什麼是電風扇的影子喔 電風扇的影子 我以為是網話 欸 怎麼了 怎麼了 新竹耶 幹嘛 你是 我是攝影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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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爺 爺爺 馬上變爺爺 爺爺 爺 爺 爺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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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幹嘛 怎麼了 靠近看 靠近看 然後駝有怎樣嗎 還是靠近看 我只是要走過去這樣 我跟你講 這個沙發就是俗稱的 駝鳥皮 駝鳥皮 是不是 這個很貴 這樣都看得出來 我們不會去看沙發 這個膚色很好看 來 好不好 那個鏈子 上面那是 羽毛 這個厲害 看這個 羽毛 羽毛 厲害 還不趕快歡迎 有請 歡迎民國 民國 來 來 嗨民國 民國膚色好看耶 真的 真的 幹嘛 膚色好看 我曬黑了 笑得好豪漫 對 還是這個是有調白 我曬黑啦 可是看他這張照片 感覺他是很大隻的人 真的 對啊 沒有 我很小隻 可是可是你的膚色好看 好看 真的 真的嗎 你現在要這樣的膚色才好看 是嗎 真的真的 我們看到白的我們都會勸他去 曬曬太多了 因為你是健康的 你知道嗎 當初這張照片是非常 非常 什麼樣的 非常羽毛 很羽毛 這個 這個你的尺度是比前面兩位 稍微要這個 大一點 是是是 這個請問一下 這個羽毛是後製做上去的還是 後製 後製 現場的話是都沒有的 沒有 那天拿出來 都沒有 那天拿出來 工作員忘記弄羽毛 其實這是 請看 全裸 什麼 這尺度太大 什麼是電風扇的影子 電風扇的影子 我以為是網話 沒有 那電風扇的影子 剛好耶 這樣滿漂亮的 就折折 這個意境不錯 光影的結合 對 你造型好多變 對啊 你很厲害 來 去 好久沒有研究這個部分 請建立一下 對 OK 就是你出寫真 當初一開始 是什麼樣的想法 其實因為我拍照已經三年多了 然後 拍到後來其實就有一點職業倦怠了 是 就怎麼拍都是這樣子 然後就 剛好有攝影師 邀請我一起合作寫真 對 然後我就跟他說好 因為這一本寫真 已經是我最大的尺度了 是 對 為什麼不只能再大一點 我很保守 不要這樣 很保守 你拍照很保守 這哪裡保守 你可以是面的 你不一定要正面 有的時候可以背面 對啊 背部全裸 對啊 這個也只有寫真裡面有 當然 是不是 然後在平常我接攝影的話 是沒有到這個尺度的 是 當然這就是寫真集才看得到 對啊 所以拍這個 剛剛提到的這個攝影師 他是男生還是女生 男生 所以他男生拍這樣 怎麼了 西竹 幹嘛 妳是 我是攝影師 好像很會拍 自己上升 那妳拍寫真集 其實最大的一個阻礙 就是家裡面人的感覺 對 那妳家裡面對這件事情 是什麼樣的反應 其實他們還滿生氣的 因為我家裡面比較保守 是 對 然後像剛開始我在拍照 尺度只到比基尼而已 然後 他們就不行了 沒有 我奶奶就打電話 要回家罵我爸 喔 連奶奶都知道了 不是 奶奶那一代 怎麼能接受 他們就覺得說 一個女孩子加好好的 我想要去給人家拍這種照片 奶奶怎麼會買妳的寫真集 奶奶是滑FB看到的 對 不是 是我姑姑 我 姑姑滑FB 然後奶奶經過看到 去告狀的 對 罵的話 親戚就知道了 對 妳怎麼演這類的很像 妳想要下一本組 怎樣的風格 我想要清新一點耶 清新一點 就像學生剛剛那樣 因為其實像我大部分的 拍照的風格 都比較野燕一點 可是妳就是野燕人啊 對啊 妳的個性 可是妳的個性就是 對 野燕好波浪 很棒啊 為什麼不吵架 這麼誠懇 妳的頭髮大波浪 妳一定是野燕 為什麼 對啊 大概不吵架 不能清純嘛 那妳現在轉身 來一個清純的 對啊 清純的 清純的 妳的笑聲也是野燕的 好棒的 太活潑了 妳自己都覺得好笑了 對 請清純 轉身 野燕 野燕馬上變野燕 現在要uvo這顆 有種驚喜 還有無法 現在還有 neden 那個一個 嘩 最人